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深化改革 勇于创新 苦干实干 复明兴隆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台风被毙加快速向华东洋海靠近 上海等地严阵以待 做好防御应对 确保失明游客平安过节 全国铁路中秋小长假运输启动 预计将发送旅客7400万人次 上海口岸将迎来出入井高峰 8月70城房价指数出炉 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降幅收窄 上海新房价格走出独立行情 德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 东部战区全程跟肩警戒 国防部表示 坚决反对借航行自由 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 美国大幅上调对华产品关税 中国制造电动汽车税率上调至100% 外交部指出美方此举是错上加错 今天是2024年9月14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东方新闻 我是李翰 我是白旭旭 我们在上海的摩世向各位问好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 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近日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甘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 关于西部大开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 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着力在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加强民生保障 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下功夫 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 不断开创复明新拢新局面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0日下午 习近平在天水市考察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福西庙 了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情况 他指出福西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 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 勇力后人 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11日上午 习近平前往麦基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考察 他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 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他助乡亲们的生活 像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随后习近平来到麦基山石窟 沿着战道仔细查看 距今1600多年的洞窟和雕塑壁画 习近平说 我国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习近平同保护修复工作人员亲切交流 他希望文物工作者更续墨高精神 潜心为国互保 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 做出更大贡献 11号下午 习近平来到兰州市考察 在安宁区早林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他视察了综合服务平台 文体活动室和社区食堂 细致询问社区党组织发挥作用 优化便民会民服务 落实未基层减负等情况 社区广场上 居民们纷纷围绒过来 习近平对大家说 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5周年 现在全党全国人民 正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我们要更加团结 更加努力 大家一起加油干 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他提前向大家致以中秋的节日祝福 祝家家户户都平安健康快乐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13号上午 习近平听取甘肃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对甘肃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习近平指出 甘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 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深度融入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习近平指出 要传承好红色基因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和敦煌学研究高地 建设好长城 长征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为现代化建设 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社会建设和治理 助劳各族群众共同赋予基础 不断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 做好基石山地震灾区等受灾群众 生活保障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10日下午 在前往甘肃途中 习近平来到宝鸡市考察 他参观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还查看了渭河生泰公园 9月12号上午 习近平在兰州亲切接见 驻兰州部队上校以上领导干部 和基层先进模范文职人员代表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驻兰州部队全体官兵 致以诚挚问候 并同大家合影明念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今天上午 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新闭幕 会议期间 来自100多个国家的 1800多名嘉宾 围绕共筑和平 共享未来主题 在4场全体会议 8场平行分组会议上 集思广益 深入交流 平等对话 在上午的专题演讲上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晓冬表示 当前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 多重安全风险挑战 中方倡导 通过对话协商 以和平方式解分指争 推动热点问题 妥善解决 在乌克兰危机中 中方将继续从各方深入沟通 为止战凝聚共识 为和谈 铺路打桥 在巴以问题上 中方将继续推动 尽快停火止战 加大人道救援 支持巴勒斯坦 加强民族团结 支持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倡议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 更有时效的国际合会 在上午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与会嘉宾就全球南方与世界和平发展展开探讨 国际机制与全球安全治理 是随后举行的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主题 与会嘉宾表示 当前国际机制在提供公共产品 保障地区安全方面的作用有所减弱 导致全球安全治理赤字愈发凸显 国际社会 理应携手发挥国际机制的有效作用 应对全球安全挑战 为期三年的第十一届北京相声论坛 今天正式落下了帷幕 经过多年发展 论坛已成为开展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 我们相信任何冲突的终点都是和解 早一天坐下来和谈和平就将早一天到来 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 董报中北京报道 针对德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以及台防务部门谬论 国防部今天进行了有力回应 昨天 德国海军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 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过航台湾海峡 东部战区今天表示 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肩警戒 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 传递错误信号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 针对德方公开炒作所谓航行自由 国防部今天予以驳斥 航行自由并不意味着航行自由 更不能借此挑衅和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采取有力措施 挫败一切挑衅图谋 日前台防务部门旺称 解放军受限于各方面因素 尚未完全具备全面攻台的正规作战能力 国防部表示 民进党当局的说法荒唐可笑 纯属自欺欺人 祖国完全统一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可靠的手段 让天欠变通途 有强大的能力挫败台独武装的任何富于顽抗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8月份 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 8月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高质量发展继续取得新成效 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并且这种态势有望延续 数据显示 8月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仓时作用 产业升级 新旧动能转换趋势不断显现 从消费看 市场销售保持增长 网上零售较快增长 8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2.1% 前8个月 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8.1% 增速快于社零总额4.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表示 当前市场销售规模继续扩张 居民消费信心仍待加强 老百姓关心的物价方面 受高温多余天气等因素影响 8月份 CPI环比呈现季节性上涨 同比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 接下来 工业消费品价格 有望保持平稳 在中秋 国庆等节日效应影响下 服务价格预期总体稳中有升 总体上看食品价格将保持平稳 下阶段CPI有望继续温和回升 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 受毕业净影响比上月略升0.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表示 当前就业不仅面临总量压力 同时也面临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稳就业还要付出更大努力 此外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 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 与此同时 外贸增势较好 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8% 月度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外汇储备也继续增加 人民币汇率呈现稳中有升态势 总的来看 8月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但也要看到 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 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 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加快落实各项改革任务和政策举措 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房地产也是各界关心的焦点之一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 当前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中 未来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 当下楼市旺季金酒银食的序幕已经拉开 前八个月数据显示 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 一些主要指标出现边际收窄 其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降幅 与前七个月持平 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降幅都有所收窄 并且连续三个月出现回升 8月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2.35 连续四个月出现回升 今天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也显示 虽然各线城市房价环比下降 同比降幅略有扩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有楼市风向标意义的一线城市 新房房价环比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同比降幅则与上月相同 特别是上海新房房价无论环比还是同比 都出现了上涨 那么从这些变化来看 当年的房地产市场还要继续处于调整中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 中国这种城镇化的进程实在持续的推进 那么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也在加快构建 房地产市场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 国家统计局表示 未来要继续坚持阴城失策 加快各项政策的落实 促进房地产市场逐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声明 拜登政府昨天最终确定 大幅的提高对华产品关税 自本月27号起 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关税税率将上调至100% 太阳能电池关税税率上调至50% 电动汽车电池 关键矿产钢铁铝口罩和岸边集装箱 器重机的关税税率将上调至25% 包括半导体芯片在内的其他产品 关税上调也将在未来两年内生效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 美方继续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进一步增加对华关税是错上加错 只会显著推升进口商品成本 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更多损失 美方的保护主义举措 也将对全球产工链的安全稳定 造成更大破坏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自身权益 就在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即将访问欧洲 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 进行磋商之际 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 打算拒绝中国业界提交的 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 价格承诺解决方案 对此商务部回应称 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 中方对此深感失望 如果磋商最终未能达成共识 责任完全在欧方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商务部表示 6月下旬中欧商定启动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 磋商以来 双方工作团队密集开展了十多轮磋商 中方先后向欧方提交了数万页的事实和证据 也提出了灵活解决方案 付出了巨大努力 8月24日 中国业界在本案调查程序实现内 提出价格承诺解决方案 充分考虑了欧方诉求 其价格承诺提议完全具有合规性和可执行性 所有技术问题都可以通过磋商共同解决 多个欧盟成员国也对价格承诺解决方案表现出较大兴趣 但欧委会在没有经过详细评估的情况下 拒绝相关方案 欧方一方面声称愿意通过对话解决 另一方面却迅速草率拒绝中方建议 始终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 完全没有体现出相向而行的诚意 如果磋商最终未能达成共识 责任完全在欧方 中方蹲挫欧方切实落实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 关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的重要共识 拿出诚意和行动 认真考虑中国业界的合理关切 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锁定东方新闻 稍后您将看到 台风被比加快速向华东洋海靠近 将影响中秋出行 沿海城市严阵以待 国家网信办就人工智能 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新规征求意见 不得恶意删除篡改标识 塞尔维亚总统伍琪奇 出席中企轮胎欧洲工厂量产启动仪式 接着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 台风被比加的最新消息 目前被比加正继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 比昨天紧凑移动速度也更快 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 就在几分钟前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预报显示台风今天傍晚到夜间 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东部海面 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 被比加预计在浙江台州到江苏 启动一带沿海登陆 预计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目前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浙江江苏福建 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浙江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 为了防范台风影响 华东沿海各地都在抓紧做好各项防台防汛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在浙江象山高唐岛乡 一避风茅地海滴 施工人员正抓紧修补一段受损毁的堤坝 确保台风来临前完成施工任务 上次8月份高潮位巡查的时候发现了 指数堤坝受了几处损坏的地方 为了应对这次台风 我们对这些堤坝进行了修复 受台风影响 象山县要求在北纬34度以南海域作业的渔船 今晚全部回港避风 休闲渔船等今晚6点前同步停止营业 此外 原定后天的东海开渔确定延期 具体开渔时间是后续海况而定 在福建 受台风影响 预计明后两天 敏外渔场和敏东渔场的风力可达8到10级 福建省防止已要求部分敏东渔场 敏外渔场的海上作业渔船 今天晚8点前务必撤离 在影响解除之前不得进入上述海域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明天就将迎来三天的中秋假期 今天铁路中秋小长假运输启动 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8号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7400万人次 9月15号也就是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 不过受台风被避压影响 明后天途经萧永线的部分旅客列车 后天途经滬坤县 宣航县 滬宁县的部分旅客列车 将被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未来几天 明航出行预计也会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 主要影响上海 宁波 杭州 温州 南京 河飞等地的机场 由于台风登陆的地点和强度 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明航方面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相关信息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边检查烟大厅 办理出境边检手续的旅客排起长队 今年中秋节假期 上海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达到33.5万人次 日均超11万人次 从客流趋势来看 出境客流高峰出现在9月14日 入境客流高峰将出现在9月17日18日 为确保节日期间口岸通关顺畅 我们实行潮汐式用警 同时通过研发客流动态 提前开组查验通道 进一步压减高峰时段旅后后检时间 今天铁路陕西西安车站也迎来了出行高峰 日均旅客超47万人次 重点地区动车组纯联26对 恢复开行列车4对 日增加运能约3.5万张 最大限度扩大运输能力 而此前受超强台风摩羯影响的 海南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今天起也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 航班全面恢复 今天预计执行航班462架次 运送旅客超过66,600人次 而公路方面 今天下午2点起 北上广深等城市出城车流量明显增多 下午5点到8点为节前高峰时段 而今年中秋节期间 预计公众出行以探亲及中短图周边游为主 都方卫视记者报道 好 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 厉害 好的 白续续 国家网信办今天就人工智能 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征求意见稿 公开的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 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 生成合成的文本 图片 音频 视频等内容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 包括显示标识和掩饰标识 用户向网络信息内容传播平台 上传生成合成内容时 应当主动的声明并进行标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恶意删除 篡改 伪造 隐匿生成合成内容标识 不得为他人实施上述恶意行为 提供工具或服务 不得通过不正当的标识手段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相关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今年10月14号 今天上午 我国首个按照试航规章 自主研制的载人飞艇祥云AS700 正式的交付客户即将开启商业运营 今早8点多 首架国产载人飞艇祥云AS700 交付给广西桂林一家通用航空公司 交付现场 飞艇从桂林阳朔垂直升空 经过多个标志性景点后稳稳降落 原本完成掩饰飞行 国产载人飞艇的最大航程为700公里 最大航时10小时 最大飞行高度3100米 一次最多可搭载10人 首架载人飞艇交付前 完成了跨越三省区接1000公里的飞行 验证了飞艇的安全性可靠性 在交付首架载人飞艇的同时 现场还签署了12架购艇订单 首架飞艇交付后 主要应用于低空观光旅游领域 解锁云端观光的全新体验 后续 研制团队将把应用场景 延伸到空中广告 城市安保 航空勘探 应急救援等多领域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近日 针对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无过错取美他禽事件 瑞士独立检察官发布了最终的报告 明确指出这是一起单纯的 群体性兴奋剂污染事件 对此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表示支持 9月12日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 向全球公布了瑞士独立检察官 针对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无过错取美他禽事件的完整评审报告 明确指出 这是一起单纯的群体性兴奋剂污染事件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对中国运动员有任何偏袒或照顾 这一事件的调查和处理结果的客观真实性 已经得到了包括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世界永连等多方人士的印证 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基于政治动机反华偏见 通过捏造构陷 来混淆是非 蛊惑煽动 并无视独立检察官评审报告的基本事实判定 鼓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发起对这一事件的长臂管辖 今年7月 来自欧洲 亚洲和非洲32个国家 及地区反兴奋剂组织 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信 表示对美国运动员 在没有接受足够检测的情况下 参加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等重大赛事 深感担忧 而在巴黎奥运会游泳比赛期间 美国运动员出现了其他国家参赛运动员 都没有出现的子数点问题 国际媒体对此提出质疑 例如 他们是否使用了一些 目前难以被检测出来的禁用物质 如三胶磷酸基醇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认为这一质疑合理 强力呼吁相关反兴奋剂组织 把美国游泳运动员列为目标检查对象 以解开公众疑惑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昨天塞尔维亚总统伍契奇奇 在塞北部城市兹雷尼亚宁出席 中国企业在欧洲首个轮胎工厂的量产启动仪式 零龙国际欧洲有限公司量产启动仪式 当天在斯雷尼亚宁市举行 伍契奇奇 副总理兼环保部长伍约维奇 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等塞政府官员 以及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出席仪式 伍契奇奇表示 这一塞尔维亚迄今最大绿地投资项目 将促进地区发展 并成为两国合作的有力见证 李明在致辞中说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中赛人民弘扬铁杆有益 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取得丰硕成果 希望中赛双方工商界抓住机遇 优势互补 携手为构建新时代中赛命运共同体 注入新动能 据玲珑轮胎介绍 这座投资9.9亿美元的工厂 在建设中深度融合了人工智能 移动传感 工业大数据 及工业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年产能达1362万条 高性能子五线轮胎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说 已经批准总部位于丹麦的 巴伐利亚北欧公司 所产猴豆疫苗的 紧急使用授权申请 这是首个货 世卫批准用于抗击猴豆疫情的疫苗 获得批准后 18岁以上人群可间隔四周 接种两剂这款猴豆疫苗 鉴于刚果筋多数猴豆确诊和死亡病例为未成年人 世卫组织说 这款疫苗也可用于婴儿 儿童和青少年 以及孕妇和免疫力低下人群 巴伐利亚北欧公司所产猴豆疫苗 原本用于预防天花病毒感染 先前已经在美国用于预防猴豆病毒 世卫组织8月宣布 猴豆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刚果筋以法庭昨天就今年5月发生的 未遂政变案件做出判决 包括三名美国人在内的37人 因恐怖主义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当天的庭审在该国首都金沙萨的 恩多洛军事监狱内举行 共有51名嫌疑人出席 庭审则由刚果筋国家电视台全程直播 涉嫌参与未遂政变的多名美国人 比利时人 英国人 加拿大人 以及部分刚果筋公民等37人 因恐怖主义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14人被宣布无罪 美国人马赛尔·马兰加的父亲 克里斯蒂安·马兰加 是刚果筋流亡前政客 此前被确认为此次未遂政变的头目 今年5月19号凌晨 克里斯蒂安·马兰加带领50多名武装人员 企图发动政变 他们原计划袭击新任总理图图卡 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巴的住所 因无法确认二人住址 转而对时任副总理 现已当选国民议会议长的卡梅雷的住所 发起攻击 武装人员随后还闯入民族公总统办公室附近区域 刚果筋军方当天宣布挫败政变企图 克里斯蒂安·马兰加等4名武装人员被打死 40多名武装人员被逮捕 其中包括多名外籍人员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日前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在官网发布了 能够推理复杂任务的新模型OE的预览版 以及更经济的版本OE Mini 这代表了人工智能能力的新水平 该公司对新模型进行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测试 结果显示GPT4O仅解对了13%的问题 但新模型的得分高达83% 在科学问题基准测试中的准确率 与人类博士生水平相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则定东方新闻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台风被比加向华东沿海逼近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上海严阵一带 上海临港启动招商服务体系改革 转变传统粗放招商路径 强化投行思维 2024上海旅游节今晚起目 花车巡游 首度亮相南京路步行街 金正恩会见俄联邦安全会秘书少一谷 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对俄合作 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欢迎回来 台风被比加正朝华东沿海逼近 上海防汛部门沿阵一带 详细的容请续续带来 好的厉害 台风被比加离上海越来越近 今天下午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预计从明天下午开始 上海将会出现震风8级以上的大风 要求过往船只回港避风或绕道航行 停止露天的集体活动 目前上海防汛应急等相关部门和单位 都已落实预案做好准备 尽可能减少台风被比加带来的影响 今天起全是2000多个水渣 都通过排水来降低内核的水位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 龙花港奔扎的闸门正在缓缓地打开 利用黄浦江的落潮期向外排水 现在内核的水位是2米6左右 预计通过2到3个小时的排水 可以把内核水位降低到2米4左右 腾出足够的库容 今天各排水水渣都收到指令 利用外核早晚落潮期排水 所有饮水水渣停止饮水 每天排两潮 这个是最基本的 然后根据如果有降雨的内核水位高的话 还可以开启水泵继续排水 要做好应对大道暴雨的一些准备 明天中心城区的泵站也将进行预排空工作 减少道路积水的可能 现在申成已落实各级抢险队伍2100多支 防汛物资仓库415个随时备用 上海的城市快速路网 地下通道隧道等城市基础设施 也纷纷进入防台时间 在武宁陆地道 负责日常养护的工作人员 仔细寻查隐患点 如果我们街道警报的话 对水泵会进行预测空 以确保我们的脊椎井能有更大的容纳水泵的状态 另一方面 中共市利用大数据与高科技传感器 对地道进行数据层面的安全检查 提升防汛防台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此外 针对辖区内部分电招电牌存在松动 袖石等安全隐患 城管执法人员还进行了排查 在街上 从自己实际眼睛能看到的 目光所及的一些不牢固的 或者有安全隐患的 我们肯定是及时找店家督促它整改 在这个台风的影响期间 把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降到最低最小 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台风被逼家将给上海港水域 带来强风和大雨 金山 凤仙等沿海地区 消防应急等部门提前谋划部署 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 全力以赴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在金山区 目前海事局已启动台风四级蓝色预警 辖区内所有船舶 适时撤离或择地避台 预计台风被比加登陆期间 逢中秋大潮 金山区将面临台风暴雨天文大潮三碰头 受此影响 金山城市沙滩极端情况下 会出现月浪淹没情况 管理方正抓紧做好人员撤离 禁区避原工作 应急搜救力量也已加强 特近站里消防救援人员正在检查水域救援装备 我们成立了四支水域救援专业队 四支前线救援队和两支城市牌涝队 在金山卫镇农建村 十多名村民在应急人员和志愿者的带领下 参加了紧急转营演练 全区有区级避台场所70处 各接阵的避台场所有90处 目前已经全部记录启用的准备状态 在凤贤区近海的渔人码头景区 景区负责人介绍 从昨天起 已开始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 并提前备好了防风板及防穴沙带 后期将根据台风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 适时采取相应措施 在昨天开始 其实我们对整个景区的一些游乐设施 包括一些高空物件都进行了一个检查 该加固的加固 该撤离的撤离 此外 海湾城转移安置点 也已经全面做好启用准备 房间已经打扫干净 设施设备已经检查过 都能正常运转 如果台风是橙色预警的话 我们这边就开始疏散人员 就把安置人员带到这里 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好 有关台风被逼家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 李翰 好的 白续续 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上海日前提出招商服务 要强化投行思维 为此 临港芯片区今天接牌设立 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并提出未来五年前延产业招商 6000亿元以上的目标 上海临港芯片区 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临港芯片区管委会招商服务 一体化平台 今天接牌设立 一个全新构架的招商服务工作体系 也浮出水面 这一体系通过一个领导小组 两家公司四个专班 推进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有效结合 招商与服务一条龙贯通 打造一批特色产业园区 接下来 临港将转变传统粗放招商路径 通过打造市场化专业化的招商队伍 强化走出去招商 拓展多元化招商 与更多高能级咨询机构合作 让他们的专业能力和全球化网络 发挥更大作用 大概世界上80%以上的500强企业 都是跟我们在全球范围里面 是有要么就是广义的 要么就是独家的合作 利用这一块的资源优势 同时把临港芯片区的 这些资源政策等优势 反上去传递给他们 让两边的这些资源得到匹配 日前 上海在推进 部署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工作室强调 对于创新型企业 招商服务要强化投行思维 这意味着专业精准的判断力 也要擅长为产业客户 做竞争对手行业趋势的分析 接下来 临港将建立 招商与基金一体化机制 利用各种基金 形成推动项目落地发展的闭环 我觉得从投行思维来讲 就强调一个整体性的规划 和这个思路的落地和实践 加强对前沿技术的研究和洞察 站在产业发展的最优的方案角度 来进行很好的统筹协调 做房东不如做股东 它可能短期内 无法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或者产值 但是它对当地的产链的链主带动 链条梳理 迁引需要重大帮助 我们也要继续去投资 作为它的股东 未来五年 临港还提出 要完成前沿产业招商签约6000亿元以上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1500亿元以上 十道外资80亿美元以上 东方卫视记者陈慧莹上海报道 2024年第35届上海旅游节 今晚将会拉开帷幕 阔别四年重磅回归的旅游节重头戏 开幕式花车巡游将在今晚7点半 也就是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开启 首次亮相南京路步行街 今年的花车巡游有哪些亮点 让我们前往昨晚的彩排现场先读为快 当晚的彩排现场 以支支表演队伍轮番上阵 再歌再舞 本届上海旅游节的推荐官 互上网络达人也提前来到了彩排现场 感受欢乐气氛 以前趴在窗台上看旅游节花车的小孩 然后成为上海旅游节的参与者 记录好 制作好 然后在自媒体的平台 也让不只是上海的朋友 也让更多的朋友 能感受到上海旅游节开幕式的盛况 这是旅游节花车巡游 首次亮相南京路步行街 为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确保演出的顺利进行 属地交警提前做好预案 在演出期间增设景力 加强疏导 东方卫视记者 宅玉森上海报道 作为上海之下重点推荐活动之一 一种名为新升级的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活动 在上海青浦水箱开启 让游客在中秋期间 感受江南水箱的独特韵味 领略中秋习俗的深厚内涵 月饼 果酒 还有各种飞鱼手作 摆满了中秋市集 源于宋朝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的 檀棉花工艺 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体验 整个一个工艺的原理 是到现在为止 机器是无法替代的 棉花的花语是珍惜身边人 正好中秋节 大家多陪伴自己的孩子 多陪伴自己的家人 在水箱岸边 五十多个摊位 汇集了各地的好食好物 将传统文化自然野趣 与当代生活互相交种 我觉得这边的氛围很好 人也多 很热闹 月满之夜 诗意江南 除了感激 这场文化体验活动 还有听曲 吃席 切磋等主题板块 让游客在江南水箱 感受中秋团圆的氛围 领略传统文化的 深厚内涵 东方卫视记者 钦普庆 上海报道 今天2024国际教育展 在上海举行 吸引了不同年龄阶段的 学生前来咨询 展会上 AI等前沿科技 成为了准留学生们 关注的焦点 在这个国际留学展上 聚集了来自全球 约200所院校的招生官 开展不到一小时 几乎每个站台边 都挤满了咨询的 学生和家长 这次有美国的 然后可能也有英国的 也有法国的 然后感觉还是比较多元 展会上 AI 大数据等相关的复合专业 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在不少学生看来 未来将自己的专业 与最新技术相结合 十分关键 大数据那个专业 我还挺感兴趣的 我们这个AI是 如何跟这个商科来结合的 以及怎么去解决 现实中的问题等等 这些可能是这个应届 毕业生或者同学 更感兴趣的点 海外留学市场持续火热 而留学归国人才服务 也在不断完善 从传统的英美加澳 以及扩散到了很多的 亚洲的国家和一些 欧洲以及一带一路的国家 留学归国 我们也后面会给他们 提供一系列的人才方面的服务 希望助力中国和世界 形成一个桥梁 东方卫视记者朱祁月 上海报道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文创产业也正加速跑进新赛道 在全国网络文学 动漫游戏 电竞等版图上 上海都占有重要地位 已经有一批数字 原生赛道的文化企业 集聚上海 并且在商业模式 业态拓展上 不断进行探索和尝试 来看报道 这个头顶长着一颗 小萌芽的绿色小熊 诞生于2016年 从最初的3D动画短视频开始 呆萌的形象和 治愈的风格迅速走红 萌芽熊很快收获了 全网粉丝 三千五百万 视频播放超一百亿次 机身现象级头部IP之列 想要去创造中国人自己的动漫影像 我们团队也是积累了蛮多年 有这么多的一些能力资源 就是我们是想让在一个产品上把它好好的呈现出来 IP出现后 团队又开发了一系列萌芽熊周边衍生品 并和多品牌联名 销售额超过了十亿元 他们已经计划能够早日走出国门 让国产IP更多的在海外露脸 我们最终还是希望能有一个 能走向世界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原创IP 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愿景吧 而本土文创产业的脑洞 早已不只是开发衍生品了 那就是顶上给它一个小光源 可以吗 这里正在准备一场线上虚拟演唱会 通过动作捕捉技术 音乐人的声音动作表情以及互动 都可以实时还原到虚拟空间中 工作人员将数据输入虚拟空间 就可以在线上打造出演出的数字轮声版本 观众还可以在手机或电脑上 创建个性化的虚拟化声 实时加入虚拟演唱会参与互动 那么随着我们这样一个更多像VR AR设备 一定会需要这种像类似在3D空间当中 就像我们在现实实践当中可以体验演出一样 那这是我们公司的现在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主攻3D实实虚拟空间的笔真科技 近几年已经在元宇宙空间 成功举办过多场虚拟演唱会 并赢得了市场认可 获得了多轮融资 还在第二届文创上海创新创业大赛中 斩获最具潜力奖 我们如果想把原来一些文化 能够说重新能够激活 让它在新的时代当中 换化一些新的面貌 那它肯定是需要跟一些新的技术去合作的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市场大势所趋吧 据统计 目前全市文创企业总数约20万家 其中中小微和创新创业型企业数量 占绝大多数 对于很多起步不久的文创企业来说 很需要一些扶持和业内的牵线搭桥 今年初成立于2018年的新百姿 就选择搬入了福州路上的 文创上海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我觉得基本上全部都是文创类的品牌 都挺熟的 我们现在还会跟楼下的一些公司企业 我们会去做一些跨品类的合作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能够更有的创意 不要去受限 基地里集结了众多文创企业 大家互为上下游 拧在一起后 在市场上也更有竞争力 目前孵化基地企业入住率已经超过九成 为了提高这些企业的曝光度 基地还用沿街店面改造成集合店 给企业做展示 并给出了真金白银的补贴 是我们园区一些入住的商户 然后我们共创的一个空间 大家走过路过的时候都可以看到 对他们企业会更加了解 有一些租金的补贴 比如免费四个月 甚至有的可能是六个月八个月的免租 另外我们一些风险投资也罢 包括这个创业导师的一些支持也罢 都能够更便捷 社会资源上给这些优秀企业一种支持 企业自身有拿得出手的IP和技术做支撑 再加上政府园区的政策保障 去年上海文创产业规模已达2.34万亿 增速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锁定东方新闻 稍后您将看到 金正恩会见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邵一股 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对俄合作 国际空间站遭滞留宇航员首度回应 对乘坐星际客机访航有所顾虑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股务委员长金正恩 13号会见到到访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邵一股 双方就继续深化朝俄战略对话 加强协同合作 维护相互安全利益 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广泛交换意见 并就所讨论的问题达成共识 金正恩对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取得进展 给予肯定 金正恩说 朝鲜政府将一如既往 本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精神 进一步扩大与俄方的协调合作 今年6月 金正恩与俄总统普京在平壤 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当地时间昨天 英国首相斯塔莫到访白宫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 而就在双方会晤前不久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宣布 终止6名英国驻俄使馆外交人员的工作许可 指控其有从事情报和颠覆工作的痕迹 俄联邦安全局称 英国外交部东欧和中亚局派驻莫斯科的工作人员 从事的活动对俄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俄联邦安全局提供的文件 以及作为对英国实施的诸多不友好行为的回应 俄方终止了这6名人员的工作许可 俄联邦安全局表示 如果英国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再次出现类似行为 俄方将提前终止他们的任期 英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称 俄方的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俄方宣布这项行动的时间点非常微妙 恰逢英美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会晤 讨论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不过双方会晤后的最新声明 却只重申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并未就此事做出任何决定 英国首相斯塔莫在被记者问及 是否说服拜登 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远程导弹时 也选择了避而不打 近期乌克兰多次呼吁西方国家对军援限制松绑 允许乌军使用他们提供的远程武器纵深打击俄多斯领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奔走多国 围绕此事与英国乌克兰和波兰方面磋商 俄总统普京就此发出严厉警告 他表示如果北约允许乌克兰使用其提供的远程武器 打击俄境内目标 那就意味着他们将直接参与俄乌冲突 这将极大改变冲突的本质 俄方将根据面临的威胁做出适当回应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距离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 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本次选举后 新任自民党总裁按惯例将出任日本新首相 今天9名候选人参加了辩论会 围绕内政外交展开了交锋 这里是日本记者俱乐部 日本的媒体朋友已经做好了准备 稍后日本自民党总裁选的9位候选人 将在这里进行两个小时的演讲讨论 展示各自的执政理念和目标 对岸田政权遗留下的政治路线 有哪些可以被继承 有哪些需要做出改变 是讨论的焦点 新党首最热门人选 包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 前环境大臣小泉晋自郎 现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 高市早苗 和现任数字大臣河野太郎 9位候选人将竞选关键词写在纸板上 并分别介绍自己的执政目标 日本舆论此前推测 新首相有可能像岸田文雄2021年上台后那样 解散国会众议院提前大选 对此小泉晋自郎表示 如果自己当选为总裁 将尽快解散中院 有记者当成表示不满 せめて与野党の論戦があって それによって ああそうか新しい総理大臣というのは そういう態度で こういう態度で これは国政を運営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んだなと ただもうね 選べと言ったって それは無茶な話ではないのかと 今度は総理大臣になって 何を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をやるわけですから ハジョンさん これ我々全員 総理大臣になったら何をするかを話し ただ私だったら できるだけ早期に解散するというのは 改革プランは明確に話しています 而石波茂就解散 众医院 則表示 不会马上行動 新时代大讲堂活動 12日在美国纽约举行 中美两国各界200余人出席活動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应邀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讲 本次大讲堂活动主题为 传承与发展 携手向未来 谢峰表示 中美找到正确相处之道 是今后50年国际关系中 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最大的期待 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 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以对美政策的稳定性 对冲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 出席活动的中外嘉宾表示 中美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相互理解 建立起互利和可持续的关系 活动当天还与中美青年未来说为主题的 中美Z世代辩论交流会 主题围绕人工智能的利与弊 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等 两代人智慧的碰撞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携手合作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识 更是全球面临挑战时的一种共同的愿景 我们相信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中美两国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必将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注入新的动力 东方卫视记者有约报道 美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上周六在地球着陆 出于安全考虑 飞船送上太空的两名宇航员没能随之返航 昨天两人在国际空间站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此事公开发声 原定8天的太空之旅 被迫延长到了至少8个月 尽管没有表达对波音公司的不满 但在发布会上 两名宇航员还是直言 对乘坐星际客机返航有所顾虑 宇航员表示 日流太空让他们错过了许多陪伴家人的机会 不过计划虽然被打乱 但两人都表示 已经调整好心态 准备迎接接下来这段充满挑战的时光 今年6月5号 波音星际客机搭载两名宇航员升空 次日飞抵国际空间站 原定6月14日返回地球 但因推进其故障和氦气泄漏等问题 返航时间一再推迟 最终 美国航天局决定让星际客机不载人返航 两名宇航员将于明年2月 改成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回到地球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想要回看今天的东方新闻 了解更多资讯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看看新闻客户端 感谢您的陪伴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